另外人柱也需要添注 农政单位积极地解决文旦柚产销的问题 而农改厂和农粮署从110年起也辅导农民推动 文旦柚早收栽培的管理技术成效良好 文旦柚品质也在水准之上 示范的农户是提前享受丰收的喜悦 白鹿节气还没到多数文旦柚农的文旦柚 仍悬挂在树梢上 不过包括罗峰、袁茂松、朱阿忠、李善行 与邮政委等人的文旦柚 不仅已经成熟品质风味也已达标 全都拜花莲农改厂推动的文旦柚 找收栽培技术所赐 以前我们花莲柚子都是绿色的 就算你上架干什么 人家一看就看得出来说 花莲柚子来了因为都是绿的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是谎的 跟他们有一个竞争力 过去30年前的东西跟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尤其现在我们有刘老师在这里 是我们的马祖伯了 真的我们幼子有什么问题 我们马上请教我们刘老师 老农夫栽培管理经验丰富 也加入辅导示范户的青农也交出漂亮成绩单 我们的节气问题我们永远都是输在 就是在麻豆的后面 那希望以后这种实验慢慢慢慢的改良以后 我们会越来越早 不要再输给麻豆 这样我们的产值才会慢慢上来 花莲农改厂从110年起推动文旦早收栽培技术 不仅一般惯形农法 有机栽培的农民也能够提前享受 温丹佑丰富的滋味 我们有机栽培有没有办法用这些花卷肥料 所以我透过一些土壤感受器跟气象站的这些数据 然后再跟老师的这些资料去慢慢做到一个对比 然后达到现在目前现在找出几个技术 花莲文丹佑农产的品质与产销 总是随着每年中秋节庆与时序节气而波动 因此瑞水乡农会结合花莲农改厂 推动文丹佑早收栽培技术 让佑农文古之星精进产销技术 这次的实验当中可以说非常的成功 我们在整个园区看起来 我们的文丹佑大概可以提早成熟7到10天 这对我们文丹佑农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因为我们都知道西部它的文丹佑 又会比我们这边提早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那如果我们瑞税的文丹佑可以跟西部的这个文丹佑同步上市的话 那我想可以增加我们整个瑞税的文丹佑的一个这个竞争力 那在价格上在品质上都能够维持一定的水平 花莲农改厂助理研究员刘启祥在示范官委会上说明指出 依照文丹佑术室以及土壤环境 适时适地的借由里基肥 春烧管理以及页面施肥 强化文丹佑术与土壤缓冲能力 优效提高文丹佑产收期的调节 因为真的它受节气影响太大了 那身为我们技术的单位 那第一个就是先突破节气的问题 那节气的问题能够如果说能够突破的话 那其实就争取很多的行销的时间 那我们有个优势就是说 文丹的事情不仅仅只是农会在打拼 包括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 大家都齐头一起来打拼 所以其实你看得到 跟你看不到的地方很多的着力点 那大家都在努力 除了助理研究员刘启祥 对花莲文丹佑农产业 辽若指掌的厂长杜丽华 进一步勉励农民一起努力 透过技术管理提升文丹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记者是玉兰瑞瑞瑟采访报道